第331章龙皇阵域戒 中 紫黑色的光芒在他右手之上变得极其夺目 而整个比赛台上都响起了一片怨灵屋叶般的声音 哪怕是不破斗罗 脸色都随之变得阴沉起来 他当然不会怕着王小蕾的攻击能力 但是他却能感觉到 这王小蕾的能力之中所蕴含的怨灵气息之浓郁 至少也是上百条生命带来的 这家伙就是一个刽子手 虽然正战出身于日月帝国 而且和皇室关系密切 但他对这些邪魂师却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他心中甚至暗暗想到 如果可能的话 让那的堂门的贝贝将这家伙杀了 自己是绝对不会插手的 啊 尖叫声中 王小蕾的右臂猛然吓灰 顿时 一条紫黑色的长鞭 从他那抬起的右手之中甩出 长鞭前指 直奔被邪恶双动限制住的贝贝 抽击而去 这是他强大的第五魂祭 死亡之鞭 一旦被死亡之鞭命中 那么 就会受到死亡气息的侵蚀 同时 会被这死亡之鞭中 所蕴含住的恐怖怨灵气息疯狂冲击 直到自身灵魂也化为怨灵为止 这死亡之鞭 同样也要用怨灵来炼制 王小蕾这条死亡之鞭上 已经有两百多个怨灵了 由这么多怨灵组成的第五魂祭 微能之强 就算是很多气环魂圣级别强者也承受不住 要知道 能够制作成怨灵的灵魂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并不是随便杀什么人都行 只有那些心中怨念极深 或者是在死亡的时候承受过大恐惧的人类 才会出现强大的怨灵 为此 王小蕾不知道虐杀了多少人 才有今日的成就 不破斗罗正战还是不够了解邪魂师 在这王小蕾手上结果的生命又岂止是上百 早已过了四位数 紫黑色的长边掠过 空气中顿时响起了无数凄厉的惨叫声 单是这声音从比赛台单方向向外传出 就另距离较近的观众们一阵阵头晕目眩 仿佛灵魂要离体而去世的 这场比赛之后 这些感受到晕眩的观众们 回去后无不大病一场 贝贝呆立不动 仿佛真的已经被那邪恶双冻所污染了 面对死亡之鞭的落下 他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眼看着 那恐怖的鞭子就要落在他身上 突然 一道强烈的金光 以贝贝的身体为中心向外迸发而出 先前附注在他身上的那些邪恶冰蓝色 瞬间爆开 向外扩散 紧接住 一只晶莹剔透的金色手掌 就已经看了出来 一把就抓住了那条长边 啊 凄厉的惨叫声 从长边上传来 能够清晰地看到 从贝贝手掌周围 大量的光雾溢出 每一片光雾的荡漾 都有一个扭曲的人脸模样 在空气中溃散 还伴随着一缕缕紫黑色的雾气 在空中激荡 王小蕾大怒 口中力笑连连 他这死亡之鞭炼制 耗费了众多心神 连自己都变得人不仁 鬼不鬼的了 此时在贝贝手中的光明 雷霆 破鞋之力冲击下 正在损坏 哪怕只是破损一点 也是他承受不住的 不过 这王小蕾确实是冷静 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到的不是将死亡之鞭收回来 而是右手手腕一动 那死亡之鞭宛如灵蛇一般 朝住贝贝的脖子处缠染而去 这时候 王小蕾也是十分谨慎小心的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贝贝身上闪耀住的 又是他的第五魂环 也就是说 他已经处于了龙皇破鞋裂的状态之中 但王小蕾也有自己的凭借 身上第六魂环瞬间闪耀 一团团紫黑色的光芒在他身体各处纷纷亮起 他身上那黑色的大斗篷也终于破碎了 正如很多人猜测的那样 当在没有黑色斗篷遮盖着的时候 王小蕾呈现在众人面前的 正是一幅白森森的骨头架子 赫然就是一具骷髅 在骷髅的眼眶之中 两团暗红色的火焰剧烈地跳动着 在他那白森森的骨骼上 则浮现着一片片紫黑色的诡异花纹 此时 他的左手也抬了起来 按在了自己的右手上 那一团团紫黑色的光芒 顿时通过他的左手迅速朝住右手中的死亡之边 传递了过去 所有的怨灵在这一刻 似乎全都安静下来了似的 恐怖的死亡气息宛如潮水一般 朝住贝贝奔涌而去 贝贝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死亡气息 竟然令自己抓住的死亡之边 有要挣脱的迹象 后退 松手 前拍 贝贝双掌交替拍出 与那奔涌而至的紫黑色连拼四掌 雷霆的轰鸣声中 一团团足有直径一米开外的金色光雷在空中炸开 每一团光雷的爆炸 都会摧毁大片 大片的紫黑色 但那紫黑色却依旧持续不断地奔涌而出 偶尔有一点落在地面上 顿时 地面的钢板悄无声息地融化了 而且那附住鱼器上的紫黑色 甚至在向下面的花岗也蔓延 将其腐蚀的斑斑勃勃 一个个看不到底部的小洞不断出现 密密麻麻的令人作呕 死亡凋零 王小蕾的第六魂迹 也是他最强大的一个魂迹 但是 在龙皇破鞋猎面前 死亡凋零也好 死亡之边也罢 全都被那强横无比的破鞋之力震得粉碎 当最后一记龙皇破鞋猎批出的时候 剧烈轰鸣声中 死亡之边足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全部炸碎 而剩余的死亡凋零也完全在空气中泯灭 主席台上 神秘国师冷冷的道 赐子不死 几十年后 就又是一个龙神斗罗木温 徐天然没有吭声 只是目光灼灼地看住比赛台之中 贝贝那神奇的双掌 每一次批出 连邪魂师都要披意 果然是好本事啊 比赛台周围的观众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为贝贝喝彩了 在他们眼中 骷髅形态的王小蕾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们巴不得贝贝像先前击杀吉利那样 将这王小蕾也迅速击杀 碰撞的余波在空气中激荡 王小蕾眼眶内 跳动着的暗红色火焰明显暗淡了几分 而贝贝也是向后退出几步 双方似乎是使均力敌的态势 光明圣龙的光影 依旧在贝贝身后徘徊着 太阳天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 就再次朝着王小蕾冲了过去 一只只骨爪又一次出现在了地面上 可惜 这次他们却再也抓不住 光明圣龙状态下的贝贝了 贝贝所过之处 骨爪纷纷破碎 根本无法阻挡他分毫 王小蕾眼中跳动着的灵魂之火 略微闪过一丝慌乱 刚才看上去使均力敌 但他却没能和贝贝拉开距离 也没能凭借自己最强的两个魂技击溃贝贝 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在了下风 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 贝贝这种爆发式的状态 不能持续太长时间 王小蕾擅长于远程攻击 但在速度上 却是他最大的问题 想要通过速度拉开距离 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唯有持续不断的进攻 阻挡对手才是他的战斗方式 右爪虚空一抓 第三魂环闪耀 一个暗紫色的气泡凭空出现 将他的身体包覆在内 紧接住 他那一双骨头手臂 在身体左右两侧一分 身上的紫黑色纹路 一个个仿佛都被点燃了 似的亮了起来 双臂平身开来的同时 第四魂环也亮了起来 一片片紫黑色的光运 从他脚下向外移出 这是他的第三魂技 死亡守护 以及第四魂技死灵海 这王小蕾最强大的攻击手段 是在死灵海状态下 释放第五 第六魂技 但先前因为贝贝来得太快 他的死灵海根本就没来得及释放 死灵海是一个类似于领域 但又不是领域的能力 只能作用在直径十米范围内 一旦施展 这死灵海是不会跟随着 王小蕾的移动 而移动的 在其中释放所有能力 都会有大幅度的增强 而且还有滋润怨灵 令怨灵重生的能力 能够代表圣灵教出战的 哪一位邪魂师不是本领惊人 贝贝此时 距离他已经不到二十米了 右手一挥 一记金黄色的雷霆龙爪 就朝着王小蕾抓了过去 但是 当这金黄色的光明雷霆龙爪 进入死灵海范围后 顿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紫黑色光芒涌动 那光明雷霆龙爪上 瞬间就蒙上了一层紫黑色 虽然破鞋之力 尽可能地与这些紫黑色对抗 但当他来到死亡守护前方时 却还是如同融化一般消失了 只于下一片 已经变成了紫黑色的光雾 冲击在了死亡守护上 王小蕾双手同时 做出一个上下律动的姿势 在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上自己魂力的消耗了 只见一层层邪恶冰冻 瞬间从死灵海内奔涌而起 宛如惊涛骇浪一般 朝着贝贝扑去 贝贝冷哼一声 身上第三魂环闪耀 正是雷霆之怒 庞大的金色蛇垫 围绕着他身体迸发 与此同时 他左脚脚尖点的 身体已经如同箭矢一般 一往无前地冲入了死灵海范围之中 第三百三十一章 龙皇阵域界 下 尽管这死灵海 只有直径十米大小 王小蕾也已经退到 另一侧的边缘 但进入其中 贝贝顿时感觉到 全身一阵发冷 淒厉的怨灵吼叫声 令他灵魂一阵阵不稳 仿佛要立体而出事的 邪恶双动 疯狂地清洗住他的身体 想要将他的身体和灵魂 全部冻结 贝贝的速度 也确实是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身上雷电与那邪恶双动飞速地对拼着 但他却也陷入了举步维艰的状态 嘎嘎嘎 王小蕾笑了 他的笑声宛如老鸭液体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笨蛋 你最大的错误 就是进入了我的死灵海 享受吧 死灵海之死亡凋零 一边说着 他双手猛然高举 一个个紫黑色泉涌 以他的身体为起点 迅速蔓延到死灵海的每一个角落 恐怖的死亡气息 也歇斯底里地朝住贝贝覆盖而去 曾经 王小蕾就用这一招 同时击杀了两名魂圣级强者 令他们成为了自己死亡之边的主灵魂 他很期待 当贝贝也被自己杀死 他那充满了光明和破血力量的灵魂 被自己死亡之边征服后 自己的死亡之边会变成怎样的形态 或许 以后连光明属性都不怕了吧 今日的阴云密布 对于邪魂师们来说 简直是大好形式 尤其是对王小蕾来说 如果是阳光明媚的日子 他的实力就将大打折扣 甚至无法代表战队出场 只能作为替补队员了 而此时的他 却深信自己是强大的 他仿佛已经看到 贝贝化为自己死亡之边一部分的景象 身为邪魂师强者 王小蕾有着很强的判断能力 他能够清晰地判断出 先前贝贝所施展的龙皇破血力 是没办法连续使用的 那种精气神完全融合的魂迹 又岂是简单 先后已经在两场战斗中各用一次 他想要再用 起码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没有了那龙皇破血 裂得恐怖威能 自己的第六魂迹 又是在第四魂迹 死灵海中生腾着的死亡凋零 他拿什么挡 从贝贝眼中 王小蕾甚至看到了恐惧 他自己的灵魂之火 也在飞速地跳动着 但是 紧接住 他就看到贝贝笑了 冷傲而不屑地笑了 外表温和的贝贝 对待敌人 永远是骄傲的 心中的那份执着 那份会当灵绝顶的气势 才是军灵天下的本质啊 恐惧如果出现在他心中 他又凭什么来驾驭军灵天下呢 贝贝的身体略微下蹲 看那样子 就像是整个人 都蜷缩在了一起似的 与此同时 一圈黑色光环升腾而起 强烈的金光 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昂 嘹亮的龙音声中 那巨大的光明圣龙 猛然撞入贝贝的身体 只见贝贝全身 都覆盖上了厚实的金色甲片 他整个人也随之电视而出 尽管在那光明圣龙的光影中 他依旧是人形 但在这个时候 他简直就像是一条 真正的光明圣龙一般 而这光明圣龙 在前冲的过程中 开始了高速的自我旋转 然后化为一颗巨大的龙头 凭空出现 只有龙头 这证明着 贝贝还没有进入到 七环五魂真身的境界 但就是这骤然出现的龙头 却让主席台上 那位神秘国师站了起来 金色的龙头 充满了高高在上 君临天下的味道 强大的光明圣龙啊 爆发吧 龙 黄 镇 玉 剑 神秘国师 一字一顿地说出了 贝贝此时所施展魂迹的名字 比赛台的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直径达到 三十米的金色光环 这个光环将那死灵海 完全圈在其中 光环的原心 就是那傲然悬浮的巨大龙头 而在这光环之内 一条条黄金圣龙浮现而出 他们在悬浮的过程中 死灵海明显变得停顿了 正在升腾着的死亡凋零 也变得迟滞了 与魂迹邪恶恐怖的王小蕾比起来 贝贝此时施展出的魂迹 看上去是那么的绚丽夺目 足足有十几条黄金圣龙 在这金色的光环中浮现而起 而此时的王小蕾 却骇然发现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在他脑海中浮现 死亡凋零和死灵海 甚至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 他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正在升华式的 周围的一切 都变成了金萌萌的一片 那一条条如真似幻的 光明圣龙浮现而出后 并没有动 他们就像是一个个雕塑式的 浮现在半空之中 昂 中央的龙头又一次长银出声 就像是发动了 总共的口令一般 所有的光明圣龙 同时发起了致命的攻击 他们化为一道道金色的闪电 在这金色光环内 闭靡纵横 刹那间 死灵海 死亡凋零 在那天地正气所凝聚的 龙行光明雷霆中 被撕得粉碎 并且全都朝住 王小蕾的身上 集中而去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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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轰鸣 在比赛台上乍响 只三下 王小蕾身上的死亡守护 就被炸得粉碎 不破斗罗政战 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 想要上前去救援 但是 地面上的金色光环 却瞬间爆开强光 一道直径三十米的 巨大金色光柱 瞬间升空而起 哪怕是正战 在这一瞬间 竟然也没能冲入其中 当它撞上了 那金色光柱的时候 全身也是金色电光缭绕 尽管施展了防御魂 倒气抵挡 但却依旧举步维艰 而这金色 也就是持续了 不到两秒的时间 就盛极而衰 缓缓地消散了 天空中 光明圣龙的光影 若隐若现地回荡着 仿佛先前那十几条 光明圣龙 已经升天而去 龙皇阵御戒 龙神斗罗穆恩 所独创强大魂计 破邪 专刻邪魂师 龙皇阵御戒 与龙皇破邪裂 是穆老当年 赖以成名的两大绝技 不知道击杀过 多少邪魂师 令邪魂师们 闻风丧当 而此时此刻 贝贝也正式用住 同样的手段 继承了先祖的一波 王小蕾的身体消失了 他的消失 相比于先前的吉利 更是显得寂静无声 甚至没有人看到 他是如何消失的 巨大的金色光柱明灭 他的人 也自然就不见了踪影 连一点肮脏的渣子 都没有留下 全场再次陷入寂静 贝贝用他强势的表现 先后击杀了 两名六环魂帝邪魂师 在这个时候 再也没有人喊出 王秋儿是本届大赛 第一龙魂师这句话了 至少在他战胜贝贝之前 没有人会再这么说 玉天龙已经完全呆住了 同样身为龙魂师 更是也拥有着 蓝殿霸王龙武魂的他 才最明白 眼前贝贝展现的实力 有多么强大 那已经是超越了 普通魂圣威能的 强大魂技啊 他知道 自己不是贝贝的对手 肯定不是 至于王秋儿 也很难说 很难说 这唐门 究竟是从何而来 竟是如此的强大 贝贝就在那 渐渐淡去的 金色光柱中央浮现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但却依旧占得很直 尤其是腰板挺的笔直 无论是急促的呼吸 还是显得有些 不健康的脸色 都没有影响到 他眼神中的那份执着 赢了 是的 他又赢了 连续两场 连杀两人 偏又让所有观众 为他欢呼 喝彩 破鞋 这就是他的光明 破鞋之能 尽管每一位魂帝 都能够使用 第五和第六魂技 但像他这样 在使用中消耗如此之大的 却是前所未有的 贝贝静静地站在那里 呼吸好不容易才平复几分 他的右手缓缓抬起 指向了圣灵宗的戴战区 那身处的食指所指之处 正是圣灵宗戴战区内 坐在最前面的唐雅 唐雅似乎像是被激怒了 猛然站起身 目光森然地看向贝贝 虽然有那黑色的大斗篷遮盖 但他锐利的眼神 却依旧透过正在 徐徐下落的魂倒护照 和贝贝相对 个人淘汰赛第二场 唐门 胜 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就连不破斗罗正战自己 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2比0 谁能想到 领先的竟然是唐门呢 贝贝深吸口气 缓缓放下手臂 转过身 脸色漠然地向比赛场地中央走去 缓缓来到不破斗罗正战面前 又一次取出了自己的奶瓶 静静地站在那里 恢复着自己的魂力 唐牙转过身 看向休息区方向 歇虎斗罗张鹏眼中的震惊 渐渐消失 甚至还有意思恐惧也一同隐去 就在先前贝贝爆发 释放出龙皇阵御界的时候 他仿佛看到了当初的龙神斗罗木温 施展强横实力 压制自己的那一刻 恐惧就是由此而来 龙神斗罗的一波 终究还是传承了下来了 幸好这个小子还远远没有成长起来 想到这里 张鹏眼中寒光四射 向唐牙用力地点了下头 唐牙微微汗手 脚尖点的 就那么背对住比赛台腾身而起 脚躯在空中回转 十分舒展自然地踏上了比赛台 同时 聊起了他那黑色的大斗篷 正在欢呼的观众们 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但是 下一刻他们的目光中 也充满了惊讶之色 唐牙登台 在他们看来 这圣灵中不知道 又有怎样诡异丑陋的家伙出现 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 却是一名皮肤白皙 眼神散发出 暗蓝色光彩的绝色少女 和几年前相比 现在的唐牙 显得沉稳了许多 身材也长高了一些 同时也更加丰满了 完全是大姑娘的模样 绝色的娇颜 带着冷漠的神情 缓步朝着贝贝的方向走去 第332章小雅 我有点冷 上 高贵 冷艳 又有着一种 难以形容的邪魅气质 她那动人的光彩 和王冬儿 王秋儿相比 也并不逊C多少 贝贝的瞳孔明显收缩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丝痛苦之C 但她的目光却依旧执着 正是这小雅 没有躲避她的目光 小雅也是盯视住她 目光显得有些森然 淡淡的暗蓝C气流 已经开始围绕着 她的身体流转起来 看那样子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式的 一直走到距离贝贝 只有三米处 唐雅才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冷冷地看住她 一言不发 但比赛台上 却立刻就充满了 肃杀的气息 正战此时的心情 依旧没有平复 第五 第六 两个魂迹 毁灭了两名邪魂师 对于面前这个身材 气质儒雅的年轻人 她也充满了好感 她发自内心地 不希望这个年轻人 被毁在圣灵宗手中 但身为裁判 本身又是日月帝国人 她又能说什么呢 看看双方 正战沉声道 双方通明 她的语速明显比之前两次 要慢上一些 她心中暗想 小子 老夫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希望你能借助这短暂的时间 多恢复一点吧 从贝贝身上的魂力波动 她就能感受到 这个年轻人 不可能再支撑地过这第三场了 而眼前这圣灵宗少女身上 释放出的气息 也明显要比先前两名邪魂师更强 从她在戴战区的座位就能看出 在这些邪魂师战队队员之中 她应该也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唐门 贝贝 简单的四个字 从贝贝口中吐出 尤其是那唐门二字 她明显加重了声音 唐雅的目光似乎呆滞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迷茫 但很快就恢复了冷漠的神态 沉生道 圣灵宗 唐雅 深吸口气 贝贝向她点了点头 眼中流露出一丝痛苦之C 不等不破斗罗开口 立刻就转身朝着本方的半场走去 看她那背影 分明充满了决绝的味道 唐雅却像是没有感觉到什么似的 同样转身朝着几方半场走去 她走路的姿态显得十分轻柔 就像是向前漂浮一般 身体并没有太大的起伏 人对美丽永远是有倾向适应的 唐雅的出场 令那些对圣灵宗 充满恐惧与恶感的观众们 暂时安静了下来 甚至有不少人都在想 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 也是邪魂师嘛 美丑当然不会决定一名魂师的能力 唐雅缓缓走到比赛台边缘 转过身来 另一边 贝贝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手中的 那爱奶 平也已经收回了 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在个人淘汰赛来说 第三场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前面已经连胜两场的队伍来说 只要继续赢了这第三场 那么 贝贝就有权力要求团队赛的开启 而现在唐门要多两个人 如果贝贝真的能赢下这一场 那么 唐门就已经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优势了 可是 唐门真的能赢吗 连战两场 从贝贝此时的神情就能看得出 他的消耗是相当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还想战胜圣灵宗 很有可能是队长身份的唐雅 可能适应和其渺茫 不破斗罗看看双方 他知道 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心中暗叹一声 右手高高举起 比赛开始 话音一落 首先发动的是魂力 在前两场比赛中消耗极大的贝贝 他骤然发力 整个人瞬间前窜 看上去一点都不比先前那场 对付王小蕾时的速度慢 待战区中 史莱克奇怪的其他六人 都紧张地观看住场中局面 徐三时不自觉地握紧了江南南的手 江南南在这个时候 也顾不上去怪他趁机了 他们都是奇怪中 最早认识贝贝和唐雅的人 是眼看着他们青梅竹马 一路走来的唐雅当初的失踪 贝贝的痛苦 他们更是完全看在眼中 这一刻 这相爱的二人终于相遇了 但却是以对手的身份相遇 小雅啊小雅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你可知道 这些年以来 贝贝为你付出了多少 将南南自言自语地说住 眼圈却不由地红了起来 徐三时也一改往里地不羁 陈生道 我们要相信贝贝 他一定能把小雅唤醒的 一定可以的 王冬儿和肖肖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和菜头也是攥紧了双拳 紧张地看住比赛台上 唯有霍宇浩此时的表情 显得较为平静 他的呼吸十分均匀 双手搭在黄金树轮椅的扶手上 静静地不知道在思考出些什么 面对贝贝的前冲 唐雅并没有急于上前 他的表情十分淡漠 就那么一步步地迎着贝贝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的速度并不快 但每一步踏出 身上散发出的暗蓝C光芒都会增强几分 那暗蓝C光彩衬托着他的脚C容颜 竟是有种女王一般的宣和气势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唐雅脚下 一圈圈魂环也终于亮了起来 两黄 两子 三黑 七个 戴战区中 江南南不由得惊呼出声 其他几个熟悉唐雅的人也同样是目瞪口呆 霍宇浩眼底也闪过一抹惊讶之C 七个魂环 七魂魂胜 要知道 当初的唐雅 在修为上和同一介的贝贝 徐三时 甚至是江南南相比 都是有着不小差距的 这也是他当初离开史莱克学院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没有可能进入内院的了 可此时此刻 从他身上却亮起了七个魂环 短短几年 他竟然已经成长为了七魂魂圣级强者 这邪魂师的力量居然是如此的可怕吗 七个魂环中的第三个率先闪亮 唐雅抬起自己的右手 朝着贝贝的方向做出一个轻开的动作 顿时 一团暗蓝C光球电视而出 在空中迎着贝贝的方向飞了过去 这光球在飞行的过程中迅速放大 舒展开来 转瞬间就化为一张暗蓝C大网 朝住贝贝迎面扑击而去 这个魂迹贝当然认得 霍宇浩也极为清楚 这正是当初他们第一次相见时 在贝贝的帮助下 唐雅才获得的第三魂迹 珠网束缚啊 得自于千年人面魔珠 只不过 和当初相比 现在唐雅所用出的珠网束缚 竟然达到了直径十米开外 覆盖了巨大的面积 当头照落 甚至令贝贝有种无从闪避的感觉 不仅如此 唐雅身上的第一魂迹也亮了起来 无数藤蔓从他背后奔涌而出 那暗蓝C的藤蔓显得晶莹剔透 散发着深邃的蓝宝石光泽 四散开来的同时 已经隐隐朝着贝贝形成了包围之势 哪怕是成为了邪魂狮 也没有改变唐雅的方向 他依旧是一名控制席战魂狮 贝贝前窗的脚步骤然停顿了一下 紧接住 他身上蓝子C电光了然 一张巨大的蓝子C电网 已经迎着唐雅扑面而来的珠网束缚张开 居然和那珠网变得一般大小 两张大网在空中碰撞 那珠网顿时停顿下来 上面电光缭绕 煞是好看 小雅 你这珠网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张开 然后要有提前亮的判断 最好是在对手高速接近你 或者已经腾起在空中 不容易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施展 你看 你这珠网本身粘势性很大 而且随着你实力的增长 蓝银草所化藤蔓就会变得越来越坚韧 在这种情况下 敌人想要展开它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对它的攻击 而导致珠网的收拢 瞬间完成束缚控制 那对手就没有办法抵挡我的珠网束缚了吗 当然有 你向我施展一个珠网束缚 咦 你既然可以这样啊 真好玩 一个电网 一个珠网 我们这合起来的样子很有意思啊 给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嘿嘿 那就叫秦网吧 秦网灰灰 数而不漏 让我把你抓个正主 嘻嘻 就叫秦网好了 秦网 唐雅明显呆滞了一下 冷军的眼神多了一丝迷茫 也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贝贝已经绕过了那横荡在面前的巨大秦网 直奔它冲了过来 迷茫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唐雅立刻就恢复了先前冰冷的神态 数十根暗黑蓝荫草所化的藤蔓 迅速朝着贝贝席卷而去 不仅如此 他右手向上一抬 身上的第四魂环亮起 贝贝对唐雅太过熟悉了 眼看着他右手抬起的一瞬间 他就已经闪电般跃起 伴随着他的跳跃 脚下一大片宛如长毛灵力般的蓝银草 已经瞬间钻出 就像是一片长毛森林一般 散发着森森寒光 如果贝贝再晚一步 就只能和这大片的蓝银长毛正面对抗了 这正是唐雅的第四魂祭 蓝银囚龙 贝贝的跳跃是朝着唐雅方向的 身在空中 双手向前一探 两季雷霆龙爪直奔唐雅抓去 啪 啪 两条暗蓝色的蓝银草长藤横空出世 正好抽击在两季雷霆龙爪之上 既然就那么将强势的雷霆龙爪在空中击碎 大片的藤腕已经瞬间升起 挡住了贝贝的去路 贝贝也是了得 第三魂祭雷霆之怒释放 身体周围的电光立刻变得强盛起来 然后双手在胸前合拢 一声嘹亮的龙银从他口中迸发而出 顿时 那庞大的雷电光芒会聚成一个巨大的龙头 直奔那大片的蓝银草藤腕轰击而去 轰 剧烈的轰鸣在空中响起 那大片的藤腕全都被贝贝的第四魂祭雷霆龙手震荡的四散纷飞 但令人震撼的是 以雷霆龙手那么强大的爆发力 竟然没能将这些藤腕炸碎 仅仅是荡开而已 贝贝这时候似乎已经顾不上许多了 身体向地面落下的同时 他一掌下拍 借力继续在空中前冲 双臂张开 竟是向唐雅做出一个合抱的动作 唐雅脸上充满了冰冷之色 右手竖起在自己身体右侧 掌心向内 指尖向上 一柄通体散发着灿蓝色光芒的长毛 已经在他指尖上出现 当这柄长毛出现的一瞬间 那些飞荡在空中的藤腕 都化为一道道残饮 瞬间融入 唐雅本身 也变成了一片通透的暗蓝色 这时 身为裁判的不破斗罗正战 都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那是一种仿佛灵魂都要被穿透般的感觉 第五魂祭 这个唐雅的第五魂祭带给他的压迫力 竟然一点都不比贝贝先前所施展的龙皇破鞋裂小 可此时此刻 贝贝的魂力似乎真的消耗过大 根本就没办法再施展出光明圣龙的能力 他那第五 第六两个魂环也完全沉寂了 贝贝的面庞上 流露着一丝绝绝之色 面对唐雅那已经扬起的长枪 儒雅的微笑 带着一抹凄凉 小雅 我好想你 他轻轻地呼唤住 在这一刻 他整个人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情绪之中 龙爪上的电光已然消失 眼神中更是充满了温柔之色 简单的六个字 却像是六柄锯锤一般 重重地锤击在唐雅的灵魂深处 他那已经凝聚完成的长枪 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投射而出 贝贝前窗的速度何等之快 眼看着 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噗 血光崩陷 贝贝没有闪避 也没有试图发出任何攻击 就任由那颜色深邃的长毛 从自己的右胸处瞬间穿磁而入 从背后突出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令唐门众人都惊呆了 就算是霍宇浩 也同样无法保持平静 喉咙中仿佛梗住了什么 右手紧紧地抓住黄金树轮椅的扶手 史莱克六怪其他五人更是全都瞬间站起 大师兄 你骗我颤抖的声音从霍宇浩口中响起 他不敢置信地看住比赛台上的这一幕 就在今天前来参赛之前 贝贝悄悄地找到了霍宇浩 甚至连王冬儿都没让旁听 单独地和霍宇浩说了会儿话 小师弟 战术安排就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大师兄 意见我倒是没有 只是 小雅老师怎么办 如果他在前面几场比赛中出场 我们真的能对他动手吗 小师弟 放心吧 我有把握 尽管那些邪魂师抓走了他 但是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还记得那天他把我震飞的时候吗 那只是他表面上展现出来的 是给那些邪魂师看的 实际上 那时候他就已经认出我了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记号 告诉了我他的情况 他是受到了那些邪魂师的胁迫 所以才暂时不能回来的比赛中 我们会有默契 你放心好了 那就太好了 只是 那圣灵教是用什么胁迫小雅老师的 我们要让小雅老师平平安安地回来才行啊 这个你也不用担心的太多 我自有办法 别忘了 你大师兄也是能化身为光明圣龙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大师兄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小雅是我最爱的女人 无论如何 我都会让她恢复过来的 这也是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情 你放心好了 沉下心思 全力比赛就行 那就太好了 小雅老师能回来就太好了 言由在尔 可是 眼前发生的一切 却和贝贝对他所说的完全不同 霍宇浩先前为什么能够保持冷静 就是因为贝贝早就跟他打过了招呼 再加上他心智一向沉稳 尤其是当他看到贝贝先后击溃了对手两大强者之后 更是对大师兄信心十足 可此时此刻 当贝贝一脸微笑 平静地撞上了唐牙手中 那由蓝银草凝聚而成的长毛时 霍宇浩知道 自己错了 大师兄没有说实话 他根本就没有和小雅老师联系上 那天承受的攻击 也并不是唐牙给他的什么特殊信号 他根本就没有将唐牙带回来的能力啊 大师兄 扑长长的枪杆刺穿贝贝的右胸 从他背后突出 但他也同样借势撞到了唐牙面前 张开的双臂合拢 将唐牙紧紧地拥抱在自己回中 滚烫的鲜血 从他胸口处喷涌而出 喷洒在小雅身前 令他身上冰冷的气息 仿佛受到了剧烈冲击一般 有种融化的感觉 唐牙整个人都呆住了 就在他这第五魂祭 蓝银霸王枪刺穿贝贝胸胸膛的一瞬间 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胸膛也被刺穿了一般 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 骤然出现在他胸中 他没有释放出蓝银霸王枪 那能够吞噬生命的能力 而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整个人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般 他眼中的迷惘也变成了剧烈的挣扎 小雅 再次抱着你的感觉 真好 贝贝仿佛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自己又胸出的痛苦似的 紧紧地裸着唐牙 脸上满是幸福之色 只是 他的脸上也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 小雅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想你 好想你 失去了你的消息后 我才明白 在我心中 你是多么的重要 在我的生命中 你早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天 再次见到你 我沉寂的灵魂终于苏醒 等这一天 我已经等得太久 太久了 我不知道 你是否还能记起我 也不知道你能否恢复 但是 能够再次拥抱着你 我已经满足了 醒来吧 小雅 让我用我的生命唤醒你 唐门我已为你而建立 醒来吧 好吗 金色的光芒 终于又一次出现在了贝贝身上 但这次呈现出的 却是淡淡的金色光雾 休息区中 歇虎斗罗帐篷已经冲到了门口 丁氏柱比赛台上 脸色殷勤不定的变化柱 他们显然都不知道贝贝和唐雅的关系 唐雅在加入圣灵教之后 就以精彩绝艳的天赋 得到了圣灵教的极度重视 这几年来 他一直在沉默中修炼 秀为增幅 在年轻一代中位居首位 这次才能代表圣灵宗 作为队长出战 看上去 唐雅应该是占据了绝对上风才对 但是 他为什么不用刺穿了 对手胸膛的蓝银霸王枪 彻底将其毁灭 吞噬了他的生命力 吞噬这么一名魂帝强者的生命力 必定能让他的修为 再一次大幅度提升 而且魂力不但不会有消耗 反而会比巅峰时刻更强才对啊 他怎么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鲜血 已经开始从贝贝的嘴角处流淌而出 右胸被贯穿 肺液被贯穿 还有蓝银霸王枪上不断散发出的冰冷气息 充满了邪恶的冰冷气息 感受到唐雅的呆滞 贝贝缓缓闭上了双眼 难难的道 还是 不行吗 没关系 小雅 那就这样吧 能够死在你手上 抱住你死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幸福 起码要比每天承受着 对你思念的折磨要强得多 一边说着 他的头已经垂在了唐雅的肩膀处 脸上又挂起了招拍式的儒雅微笑 休息区中 看到比赛台上的这一幕 史莱克大师姐张月轩钻紧的双拳中 支架已经刺入掌心之中 贝贝 贝贝你怎么这么傻 他真的有那么好 值得你这样吗 笨蛋 你真是个笨蛋啊 王秋儿也同样呆滞地看住比赛台上这一幕 此时此刻 在他脑海中浮现而出的 是霍宇浩站在冰火两一眼湖边 不顾一切地吞下那炽热阳泉湖水 融化体内极致之冰天地原力的一幕 这就是爱嘛 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付出生命 小雅 我有点冷 你动手吧 贝贝用尽最后的力气 紧紧地搂着唐雅 在这一刻 比赛台下的史莱克六怪们都已经惊呆了 面前是魂倒护照 他们冲不上去 他们甚至也没办法去冲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贝贝脸上满足的微笑 小雅 我有点冷 你动手吧 贝贝用尽最后的力气 紧紧地搂着唐雅 在这一刻 比赛台下的史莱克六怪们都已经惊呆了 面前是魂倒护照 他们冲不上去 他们甚至也没办法去冲 因为他们看到的 是贝贝脸上满足的微笑 小雅老师 醒来吧 霍宇浩虽然明知道台上的唐雅听不到自己的呼唤 却依旧忍不住大喊出声 她已是泪流满面 贝贝贝 呆呆的唐雅 口中有些声色地吐出了几个字 贝贝身体一颤 原本已经闭上了的双眼 顿时重新睁开 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惊喜 贝贝贝贝贝 唐雅口中喃喃地念叨住 同时也低下头 看像倒在自己肩膀上的她 小雅 我的小雅 是你回来了吗 贝贝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微弱了 虽然时间并不算长 但胸口处巨大的创伤 却令她的鲜血流淌得太多 太多了 听不到比赛台上的声音 但霍宇浩却能看到贝贝的表情和唐雅的动作 她额头上的竖眼骤然张开 一道紫金色光芒电视而出 悍然冲击在防护罩的光幕之上 又一次将这光幕撕开了一道缝隙 我们认输 快救人 她这声呐喊是朝着不破斗罗正战发出的 正战此时也醒悟了过来 赶忙快步上前 冲向唐雅和贝贝同时举起手 宣布着本局比赛的结束 浑倒护罩落下 唐门众人几乎飞也式地冲上了比赛台 扑向贝贝和唐雅 唐雅有些无神的眼眸看住怀中的贝贝 突然充满了痛苦之色 蓝银霸王枪消失了 也就在那长枪消失的一瞬间 王冬尔已经第一个扑到了贝贝面前 双手虚暗 明亮的金色火焰 立刻就付诸在了那巨大的伤口处 强行封住了血脉 和菜头这边也将一根雪茄 塞入了贝贝口中 大喝道 快 用力吸 在他说话的时候 他身上的第六魂环才刚刚隐没 起死回生迎雪茄 和菜头的第六魂剂 拥有强大治疗能力的第六魂剂 他这起死回生迎雪茄 主要作用于外伤 效果极其强悍 但对内伤却没有什么作用 贝贝用力地吸了一口 顿时感觉到一股滚烫的暖流顺喉而下 身体顿时一暖 胸口处奔腾而出的血液也暂时止住了 唐雅就蹲在那里 看住面前的贝贝 突然 他猛然站起身 双手抱头 仰天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 啊 刺耳的尖叫声穿透力极强 能够看到 从他身上 强烈的暗蓝色光芒澎湃而出 汹涌奔腾地向周围爆开 徐三十一闪身 挡在了唐雅面前 用盾墙护住唐门众人 在唐门众人上台的同时 圣灵宗那边 歇虎斗罗一步跨出 也已经来到了比赛台上 唐雅对于圣灵教的重要性 丝毫不亚于贝贝 徐三十对于史莱克学院的重要 他也看出唐雅的情况有些不对 赶忙在第一时间登台而上 圣女 你怎么了 张鹏低喝一声 抬手就向唐雅肩膀抓去 唐雅却骤然回身 一双眼眸完全变成了暗蓝色 无数藤蔓蜂拥而出 直奔张鹏缠绕而去 看出他那充满痛苦的眼神 张鹏也是吓了一跳 但以他的修为 当然不会被唐雅控制住 邪魂师最怕的是什么 不是对手实力的强大 而是自身在修炼中 出现走火入魔的情况 普通魂师如果走火入魔的话 还有救下来的可能 但邪魂师修炼的能力 本就极为霸道 一旦出现问题 几乎就是必死无疑 历史上 不知道有多少邪魂师 在冲击难关的时候 走火入魔而亡 有些激烈的 甚至全都都会炸开 眼看情况有些不妙 帐篷身上瞬间绽放出 强大的气息 硬生生逼开那些暗黑蓝营草 一个进步 就到了唐雅面前 右手虚握 强大的魂力顿时困住了唐雅 同时她也是一掌拍出 按在了唐雅的额头上 唐雅口中的尖叫 这才停止 软软地倒了下去 圣灵宗那名神秘女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比赛台上 正好一把抱住倒下的唐雅 她向张鹏嘀嘀地说了句什么 张鹏脸色难看地点了点头 然后那神秘女子 就带着唐雅跳下了比赛台 也没有把她送回待战区 而是直接带回到休息区去了 霍宇浩一把拉住 想要冲上去救回唐雅的萧萧 徐三十也抱住了江南南 没有让他们冲过去 歇虎窦罗张鹏 那可是一位超级窦罗级别的邪魂师 曾经和史莱克学院 魂岛系院长武神窦罗仙灵儿 战成平手的强大存在 又岂是他们所能抗衡的 贝贝连曾吸了几口和菜头给的雪茄 胸口处那巨大的伤口 已经开始合拢了 她的身体虽然被蓝营霸王枪穿透 但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这外伤了 毕竟 唐雅并没有将那暗黑蓝营霸王枪的 威能释放出来 并没有让她受到邪恶能量的侵袭 此时贝贝已经陷入了昏迷 甚至有些弃弱油丝 但命总算是保住了 在王冬儿的光明之力守护 和菜头的七次回生银血加治疗之下 没有生命之忧 不破斗罗政战 此时已经来到了歇虎斗罗张鹏面前 陈生道 你是何人 不知道大赛不允许任何战队的师长登场吗 张鹏冷冷地瞪了她一眼 顿时 正战只觉得自己胸口一阵发慢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这个人好强 仅仅是眼神中带出的气势 竟然就让我有种难以抵挡的感觉 封号斗罗 必定是真正的封号斗罗 甚至还有可能是超级斗罗吧 正战亥然的同时 歇虎斗罗张鹏陈生道 本场个人淘汰赛 我们的队员身体出了点状况 在战胜对手后 暂时不能参与比赛了 第四场我们认输 继续吧 一边说着 她这才一转身 宛如瞬间转移式地一步跨出 就下了比赛台 堂门众人也将贝贝抬了下去 比赛台上 只留下了坐在轮椅上的霍宇浩 霍宇浩冷冷地看向圣灵宗那边 剩余的四个人 抬起右手 朝住他们的方向勾了勾手指 裁判 我们已经赢了个人淘汰赛三场 我们决定放弃后面的个人淘汰赛 直接进行团战 正战点了点头 走到圣灵宗那边 向待战区中的他们询问了几句 那四个人已经同时站了起来 森森寒义瞬间就朝住比赛台上 向他们做出挑衅动作的霍宇浩蔓延了过去 霍宇浩却并不理会他们 道 裁判 我们应该能休息一会儿 才开始后面的团队赛吧 正战点了点头 鉴于双方都没有在先前比赛中 消耗秀薇的选手继续出战 他立刻宣布 15分钟后进行团队赛 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 霍宇浩这才推动着轮椅的咕噜 回到本方待战区方向的比赛台边缘 徐三十跳上比赛台将他接了下去 王冬儿依旧在帮贝贝维持着伤势 银雪佳的效果相当不错 能够清楚地看到贝贝胸前那巨大的贯穿伤 正在以肉眼能辨别的速度愈合着 霍宇浩不由地向和菜头伸出了大拇指 二师兄 多亏你了 和菜头憨憨地一笑 道 应该的 我这银雪茄只能治疗外伤 道是正适合大师兄现在用 大师兄就是失血过多 多补充 补充营养应该会很快恢复的 等回去以后 我再弄两根雪茄给他吸吸 徐三十苦笑道 贝贝这次前来参赛 可真是多灾多难啊 这都是第二次重伤了 而且还都是伤在小雅手中 难道 小雅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他了吗 霍宇浩摇了摇头 轻声道 不 小雅老师应该是被大师兄唤醒了 至少也是唤醒了部分记忆 否则的话 刚才大师兄就已经死了 二师兄 你赶快恢复魂力 待会我们上去 彻底接过了他们 尽管贝贝现在重创 但此时唐门的局势却是一片大好 贝贝以一个人的代价 干掉了对手两人 还令唐雅状态失常 没办法继续比赛 稍后的团队赛 相当于是他们六个打对手四个 把握性明显就要大得多了 江南南凑到霍宇浩身边 一脸焦急的道 你是说 小雅清醒过来了 那我们更应该将他就回来才对啊 霍宇浩苦笑道 没用的 四师姐 不要冲动 对手那边的歇虎斗罗 乃是超级斗罗级别的邪魂师 而且 这里是日月帝国的地盘 周围不知道有多少圣灵教的人 我们现在根本没能力营救小雅老师 我们必须要等待机会 江南南还想说什么 却被徐三十拉了过去 徐三十抓住江南南的肩膀 道 南南 冷静下来 待会我们还要进行团战 你这样的状态 怎能比赛 先战胜眼前这些敌人 再说 我们大家都会尽全力把小雅救回来的 看住他明亮的双眸 江南南轻轻地点了点头 徐三十却是将他搂入自己怀中 由衷地道 原来我一直都很羡慕贝贝和唐雅 但现在 我却觉得我要比他们幸福多了 无论你对我如何 至少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还认得我 南南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嗯 江南南被他抱在怀中 再加上先前贝贝与唐雅的悲情 少有的没有去挣脱 搂住徐三十的腰 泪水再次流淌了下来 南南的道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小雅这样 我要你亲手杀了我 我宁可死在你怀中 也不要清醒过来时 看到你倒在我面前 第333章四大邪魂诗上 徐三十全身大震 他和江南南确立关系在一起 也有不短的时间了 但一直以来 他都绝对是主动的一方 江南南对他的深情告白 很少有回应的时候 眼前能够说出这番话 又怎能不令他惊喜莫名呢 好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我就先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 陪你一起死 省得你一个人孤单 呸 呸 呸 你们两个别说得那么不吉利好不好 萧萧在一旁忍不住说道 和菜头摸摸萧萧的头 道 好了 大家都稳定下心神 准备团队战吧 宇浩 团队战还是你指挥 恩 霍宇浩此时的心神明显有些不定 看住脸色苍白陷入昏迷中的贝贝 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 这一切都是圣灵教造成的 是他们让小雅老师变成了这样 是他们 让大师兄和小雅老师承受了这么多痛苦 他们 一定要付出代价 霍宇浩对贝贝和唐雅的感情 绝不只是师兄弟那么简单 可以说 是贝贝和唐雅改变了他的一生 成为唐门的一员 进入史莱克学院中 他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温暖 有了老师 又有了现在的一切 霍宇浩在唐门中年纪虽然是倒数住的 但他却实实在在是第三个加入唐门的人 仅在贝贝和唐雅之后 在他心中 贝贝和唐雅就像是他的亲兄长 亲姐姐一样 唐雅和马小桃的先后失踪 他心中的痛苦并不比贝贝少多少 尤其是眼看着贝贝偶尔流露出的落寞 他更是感同身受 极限单兵计划的训练 让霍宇浩有着一颗冷静的心 但这份冷静 也必然要压抑他感性的一面 这份压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 一旦压制被突破 那么 他感情上的波动就会更加剧烈 毕竟 人不是机器啊 就像当初为了王冬儿 他不顾一切的前往落日山脉冰火两一眼 几乎是以生命代价带回那株仙草一样 此时眼看着贝贝如此的伤感与痛苦 唐雅又被圣灵教的歇虎斗罗接了回去 霍宇浩心中的痛苦 渐渐变成了腾腾燃烧的怒火 他已经许久没有过这种充满仇恨的感觉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 自己一定要将那圣灵教彻底毁灭 急切的眼神渐渐变得冰冷 极限单兵计划的训练 虽然已经无法压抑他爆发的情感 却能让他在情感爆发时 将这份爆发在冷静中绽放 有些担心地看住霍宇浩 冬儿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轻轻地为他揉捏住 他和霍宇浩相处时间最长 对他情绪上的波动感受也最为清晰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霍宇浩身上释放出的寒意 很明显 他已经动了真怒 抬起右手 拍拍王冬儿的手 霍宇浩示意自己情绪并没有失控 充满寒意的双眸缓缓闭合 静静地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徐三时抱起贝贝 将他送回到休息区交给娜娜 继绝成和金子燕他们照顾 然后才重新回到待战区中 狗日的圣灵宗 不把他们全弄死 南小老子心头之恨 宇浩用那招把 徐三时眼中凶光绽放 唐门众人的眼神都开始变得冰冷起来 背背地重创 激怒的自然不可能是霍宇浩一个人 而是他们全体 正在这时 令唐门众人想不到的是 史莱克战队那边 王秋儿站了起来 大步朝着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这显然是规则所不允许的 但正因为没人想得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等工作人员们发现的时候 王秋儿已经走到了戴战区这边 他低下头 在王冬儿和霍宇浩中间说了几句什么 王冬儿眼中顿时流露出吃惊之色 扭头看向他 霍宇浩则是犹豫了一下 又看了看王冬儿 最终还是点了下头 王秋儿眼中流露出执着的光芒 我只是还你人情而已 嗯 霍宇浩这时候并不想多说什么 工作人员此时已经跑了过来 王秋儿站直身体 冷冷地瞪视了他们一眼 这位黄金龙女是何等人物 她的拥躬可以说是本届大赛最多的 这还是她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情况下 工作人员们被她冰冷地眼神一走 顿时都停滞了一下 然后目送着王秋儿朝着休息区走了回去 只是谁都没有注意到 走过来的王秋儿和走回去的王秋儿 多少有了那么一点区别 15分钟转瞬即至 比赛台上 当不破斗罗正战让双方参与团战的队员登场时 唐门这边 五人同时站起 王冬儿推动霍宇浩的黄金树轮椅 带助他腾身而起 率先上了比赛台 其他四人都跟在后面 隐隐有速杀之气生腾 另一边 圣灵宗剩余的四名队员 也是同时腾身而起 上了比赛台 这四个人身材不一 但看得出都是男性走在最前面的 却是之前在戴战区中 一直坐在最后位置的一名队员 这个人也是圣灵宗队员中 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名 他那身形 甚至要比唐门这边最为睽萎的和菜头 还要大上一圈 肩膀十分宽阔 走在最前面 剩余的三名队员全都被他遮挡住了 四人来到比赛台中央 和唐门六人这边相对而立 尽管在人数上缺少两个 但这四名邪魂师 却是在气势上丝毫不弱 阴冷的气息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 整个比赛台的温度似乎都在下降着 双方通明 正战沉声喝道 他知道 虽然这场比赛人数不全 但却很有可能是自己主持的 最为艰难的一场团战 如果眼前这些年轻人都加起来和自己战斗 自己想要战胜他们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吧 尤其是那四名神秘的邪魂师 以正战的眼力当然看得出 贝贝之所以能够击溃对手两人 主要依靠的是他那能够克制邪魂师的自身属性 但是 唐门其他人还有这样的能力吗 邪魂师是没办法用常理来判断的 曾经有过一名邪魂师 杀死围攻自己的同级别魂师十余人的势力 而眼前更有四名邪魂师之多 他们擅长的究竟是什么 根本没人知道 因为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都没有出过场 之前出场过的邪魂师 现在都在休息区中 根本就是眼前这些人的替补队员 唐门 霍宇浩 作为临时队长 霍宇浩当人不让的第一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唐门 和菜头 唐门 徐三石 唐门 江南南 唐门 萧萧 唐门 王冬儿 六个人用最简洁的方式 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丝毫不掩饰自身散发出的凛冽杀气 邪魂师那边 最前面身材高大雄壮的家伙 沉声道 圣灵宗 鲁耿耿 圣灵宗 严峰 圣灵宗 唐代 圣灵宗 古语 四个人 四种声音 那身材高大的鲁耿耿声音洪亮 这在邪魂师中是十分少见的 不但没有太多的阴森 反而有种充满了阳刚味道的感觉 在他身后的三人 严峰是一名身材看上去较为正常的邪魂师 但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却是最为阴冷 就像是一条阴冷的毒蛇似的 唐代的气息隐匿的最好 但是从气息感受 他就像是个普通人 霍宇浩甚至都没办法感觉到 他身上的魂力波动 他的身材较高 只比雄壮的鲁耿耿矮了半个头 但却较为先手 而那谷宇则是个身材矮壮的家伙 他的肩膀快要赶得上鲁耿耿那么宽了 可身高却只是到鲁耿耿腰间 这四个人站在那里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 参差不齐 双方后退 准备比赛 正战沉声喝倒 双方十人几乎是同时转身 朝着几方比赛台边缘后退过去 在后退的过程中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 实际上已经开启 在模拟魂技的掩护下 他不想给人看到 自己身上释放出的魂环 简直是在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有精神探测共享在 霍宇浩自然不需要用语言 去和伙伴们沟通 只需要通过意念 将自己的意思 传递给伙伴们就可以了 另一边 四名邪魂师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交流 四人的步速也不快 缓缓地走到了比赛台另一段 看到双方都退后到了比赛台边缘 正战的右手缓缓抬起 这是让众人做好比赛准备的意思 看到双方都退后到了比赛台边缘 正战的右手缓缓抬起 这是让众人做好比赛准备的意思 旁门这边 立刻展开阵型 和前面比赛都不同的是 这一次 站在最前面的居然不是徐三石 而是和菜头这位 应该在最后面的魂导师 第二排左侧是萧萧 右边是江南南 徐三石则是站在王东儿背后 最后一排才是王东儿和霍宇浩六个人 在霍宇浩坐着的情况下 竟然组成了一个十分怪异的十字阵型 徐三石居中 其他六人则是围在他前后左右的位置